請問JSF投一片趕玩的嗎 那我們歡迎JSF會們 再給我們下一場Short Talk 謝謝 謝謝 各位午安 然後我是黃金群 然後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議題 那如果大家剛才座談會有看到 其實我剛才壓力很大 就是我以前的老師就坐我隔壁 問我說我們要翹課 不回答可以嗎 然後就是說 我想另外一個想要跟大家探討 就是說其實你我都有機會來改善這個 我們身處的這個教育環境 所以我訂了這樣的標題 就是教育你的師長和他們一起學習 這我想是想要跟大家來聊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學校的認知可能是單想 就覺得說我就是乖乖坐在課堂上 然後回答 也許就是主動也回答問題 但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自己來改變課程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那在上一個talk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學習管道 然後呢我們其實要想一下 我們身處的世界 其實已經改變很多了 我在苗栗的鄉下長大 以前我聽到上那個歷史課 我就覺得很震撼 為什麼 因為歷史老師的學識很淵博 那國文老師是我媽媽 所以 對 也是學識很淵博 然後 但是就是說 我以前沒有別的管道去質疑他 比方說我可能覺得說我媽媽講龍小亮不喜歡對 那我怎麼辦 我只要一直找資料 誒媽你是不是講錯了 類似這樣 那歷史老師根本不用講啦 就是說我們以前學的地理是 是歷史嘛 那歷史是神話嘛 那神話怎麼質疑 誰知道神農 就是神農氏啊 然後炎黃子孫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你想一下嘛 就是這個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可能說不準 可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很多知識本身呢 它是怎樣 它是攤在陽光下 然後很多人去討論 很多人去參與 所以我在想說跟大家探討一個議題 就說也許呢各位的師長 跟各位 其實都是怎樣 有機會站在同個陣線 我們讓這個教育呢 可以做得更好 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然後順便來去學校上個課 好 然後 然後 我從1999年開始上課吧 上到現在 好 然後 這個 托爾 托爾說過一句話 在第三波 就是說 他講的是這個革命 這所謂的文盲 不是不識字的人 是怎樣 不能再學學的人 你就覺得這句話是不是很深奧對不對 不能再學學 是怎樣的人 好 好 你不用具備博士學位 也知道什麼是入籠吧 對不對 我就不相信 小學生不知道那個東西是 是 是 對喔我不想講 好 所以就是說 大家可以體會一下什麼一件事 這就是不能再學習的 這就是 欸抱歉 這就是不能再學習的範例 你到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哈佛嗎 是哈佛嗎 我不曉得 好 總之 就是 你可能在一個領域變成專家 但是 另外一個領域變成什麼樣 好 所以我們在 在托爾呢 他其實在 他有 他很知名的書 未來的學生知名的書 叫未來的衝擊 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社會的變動啊 會以 意識性啊 新奇性啊 多樣性啊 然後向人類襲擊而來 其實我想大家在 為什麼會來 今天CCon 我相信很大比例就是因為這件事 其實你會發現說 你不管學習自學也好 不管在學校學習也好 你會發現說 你學習好像永遠不夠用一樣 好 事實上是 你可能 連你的戰場 你想要琢磨的點 都還沒有找到 或者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更深入的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其實在傳統的教育模式啊 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 它其實受到一些衝擊 好 這問題啊 絕對不是只是在法學博士上面 好 一個法學不知道入籠 好 一些法學博士不知道入籠呢 我們說個案啊 但是我會發現說呢 很多政務官是大學教授 可能還是搞不太清楚 好 還有人幫他緩夾的 說 龍真的是耳朵的毛 請問 你知道什麼叫道歉嗎 好 那 錯誤不可恥啊 我們生來都很多錯誤吧 對不對 可 真正可恥的地方是什麼 知道錯誤還不去修正 對不對 可恥 無恥之恥無恥之矣 對不對 這以前在那個 國中 高中的 國文課本就提到這句話嘛 對不對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真正我們面臨到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傳統的教育模式是受到衝擊的 好 所以 然後 欸 欸 抱歉啊 按太快了 好 按太快了 就是我一開始呢 對教育實在這邊有太多概念了 但是人生呢 就發現這些插曲 這插曲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以前呢 少數有去修 修的課是作業系統 然後作業系統這門課我修了三次吧 就是我在不同的系 電機系啊 資工系啊 工科系我都有去修過 那這個東西是怎樣 就是說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對作業系統是有個很大的憧憬 那反正我就對作業系統很多期待 那我對作業系統的期待呢 所以我就上很多次作業系統的課 那外校的我也去上過 除了成大的課以外 我去中正啊 台大交大我都去 反正基本上 我就只修某些課 那有一次是這樣 就是說 某一間學校的作業系統老師 我不講哪一間 那他講一個概念 講一講我覺得好像有講錯 然後我就問他 老師你是不是講錯了 然後他就想老半天 他說我覺得我沒講錯啊 然後他就想老半天 就是回答老半天 然後反正最後搞到後來 我就跑到台上去證明說他證明錯了 他跟我講一句話 你這麼會你來教啊 然後這句話對我來講 影響蠻深的啊 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 那後來我就離開學校 那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但是過了11年啊 我真的回去學校教書了 就是在2012年 然後其實去學校教書啊 會遇到很多事情 包含你的無知 就包含說 你是不是願意在學生面前 承認自己錯了 或是說跟學生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說真的 就是 入籠 很多小孩子不懂入籠 OK 但是一個法學博士呢 不懂入籠就很嚴重了 特別是他的職務好像叫什麼 對 他有幕僚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取笑別人很簡單 但是 但是呢 你成為一個老師 就是說你的所見的 這句話的重點是下面這句話啦 會被發現 就是說你很多事都會被發現 好 但是呢 那 我雖然會寫一點程式啊 但是說真的我不知道怎麼教啊 那只好硬著頭皮來教啊 其實 上課第一件事就壓力很大嘛 就是說要不要初勤 要不要那個啊 要不要 要不要登記學生初勤 那我想說 我學生時代好像都沒有再上課了 好 我就宣佈 不用出席 但是呢 第二句就出來 但是我每個禮拜出作業 好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教作業 不知道怎麼教學生 我知道 一直交出作業給學生的 那 我剛才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在 現有教學的問題在哪裡 這是那個 Christensen他說的 其實他發現說很多商業災難的問題是怎樣 為什麼會一連串一直發生呢 因為大家傾向 挑選立即可以滿足的一個選項 不管做什麼事 尤其教學也是這麼一回事 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呢 沒有真正教的關鍵東西 比方說 教個作業系統 或是教計算器組織結構 教計算器組織結構 其實 就是要讓學生去體驗到 怎麼去設計一顆CPU 作業系統怎麼去設計一個作業系統 怎麼去改進它 怎麼從錯誤中學習 但有時候我們會學習說 他管道是這樣 是用個比較鬆的方式去做 那就很可能就是這樣 就 就其實變成說 他就在教學上會帶來一些問題 然後 這是我這兩年來 在一些學校去做一些實驗 那 最近實驗的對象是台大職工 那成大的話 已經做了一年多了 那我們基本上做一件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個打開 那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跟學生一起學習 簡單就是說呢 你們看到這個 這叫Homework No.2 雖然字很小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你們看到這個 重點是右邊的卷軸啦 這這這這這這 轉了半天 這變成說怎樣呢 變成說我們出一個作業給學生 每兩個禮拜就出一個作業 然後呢 學生就提問 然後呢 提問怎樣 我要回答 如果我不能回答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身為老師呢 就是真的沒有夠格 解決學生問題 這是我們的錯 然後接著呢 就是有同學呢 就忍不住來回答問題了 他發現說 這裡面其實不是重點 就是說 像這邊 他可能會發現 有人就說 他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那像我這邊我就回答 就是說 那個 HackPay有個好處啦 就可以顯示 參與的程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模式啊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互動 就是 即便呢 我們這課程叫什麼呢 即便這課程有點複雜 叫 Android Virtual Machine 和 Compilers 就是說你要懂兩個 虛擬機器跟 編譯器啊 那其實都還蠻 有點困難的 然後 要寫程式碼其實還蠻多的 那就是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令人感動的事情啊 比方說 有學生就這麼講 他說 就是說做完一次功課發現說 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大概只要每次保留五天 就可以把作業寫完了 那 我們每 每兩個 兩個禮拜就有新的作業 那 我們在程大的話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作業 那基本上就是 呃 台大要保留五天嘛 那程大也許就保留三天吧 就是每個禮拜保留三天 把作業寫完 那 基本上 我們在過程中 我發現一個還蠻好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累積一些東西 即便這個 議程啊 大綱好像寫得很困難 但是其實我們有機會 非常超越 為什麼 因為變成說 學生自己會去找問題出來 找 解答出來 像這邊的討論 你們看到這邊 就是還蠻多的 那 變成說 我覺得這種模式是怎樣 它其實就是一種 相互學習的一個模式 那 這也可以搭配開方課程 然後可以做一些學習 那所以 如果有心話可以參考一下 那 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些話 就是說 其實你要學會怎麼去 問問題 然後 這問題會讓你找到方向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學這本課沒有意義 OK 那你就直接跟老師討論 然後 現在 做一個老師呢 他走過 並不見他是多麼有經驗 但是他走過 那其實這件事跟創業很像 就是說 其實你要找到夥伴 然後大家憋一口氣 然後沈下去探索 然後 就是最後一句話 對不對 就是 人呢 好 不要怕輸 那 如果你真的怕輸 就想把他贏 那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